就在刚刚 废弃仓库里竟开出了兰博基尼跑车 其他人见状竟企图硬抢 这是被美国警方查封的仓库盲盒 卷帘门拉开的瞬间 寻宝众人瞬间不淡定了 货架上不仅摆满了汽车零件 被罩起来的大宝贝更是充满了神秘气息 注意看这形状和高度 洗车两年半的小黑推测适量跑车 表示梭哈全部身家也要拿下 灯扫更是给老灯下了军令状 今天必须要完成开跑车的梦想 但老灯心里确实打鼓 仓库里有许多高尔夫设备 盖部下很可能只是辆高尔夫球车 万一看走眼 将会万劫不复 现场的气氛非常紧张 大战一触即发 这个货币最终会花落水手呢 灯扫率先出价一千美刀 这间仓库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一番机站下来 价格迅速突破五千美刀 让人没想到的是 狼叔竟直接将价格抬到一万美刀 场上的局势已经失控 在场的寻宝人全都杀红了眼 老灯企图让灯扫冷静一下 但下一秒光明顶尽嘴脸太大 这谁能忍得了 狼叔的暴脾气也上来了 两万五千美刀的报价震惊全场 这个价格远超老灯的运气 奈何灯扫已经上头 根本拉不住 最终老灯夫妇以两万六千七百五美刀 超高价成功拿下仓库 大家都很好奇盖部下究竟是啥大宝贝 光明顶这小子竟趁人不被搞起的偷袭 这种不讲理由的行为 引来了老灯的一顿抛作 要不是有节目组来着 今天还真不知道谁会赢呢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 随着盖部的掀起 老灯夫妇的嘴都要笑歪了 竟然是一辆兰博金仪跑车 虽说款式老弃了点 但卖个十万美元轻轻松松 其他人已经开始眼红了 就连见多识广的主持人都忍不住拍照 狼叔吃不到葡萄说葡萄算 非要老灯打开引擎盖检查下 说不定会有惊喜 老灯丝毫不怂 今天必须让你们心服口服 可打开引擎盖的瞬间 老灯彻底蒙圈 这次喵怎么是庞迪亚克菲尔发动机 老灯夫妇彻底笑不出来了 很显然这辆车被改装过 失去了最核心的零件 顶多价值一万美元 仓库里的其他配件也值个一万美元 让人惊掉下巴的是 老灯夫妇这部不仅没赚 还搭进去六千美元 接下来竞拍的货贵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是被美国海关强行扣押的忙 卷帘门拉开的瞬间 寻宝人集体高潮 只见仓库中间赫然摆着一辆车 狼叔的口水都快躺下来了 这绝对是辆经典肌肉猛车 无论是到期挑战者还是福特爷马 转手一卖就是几万美刀 这波必须拿捏一下 但鸡贼的老灯夫妇感觉有点不对劲 汽车底部的排气管已经摇摇欲坠 里面的马达很可能被拆了 万一花大价钱只买个空壳 那就要哭了 波姐是当地有名的美女车模 直觉告诉他这肯定是辆法拉利超跑 谁也别想从他手上抢走 起拍架七百美刀 老灯立马跟上 波姐也不甘示录 老灯一边担心车有问题 但又怕看走眼错失宝贝 狼叔五千美刀的报价备同全程 但波姐也没带来 竟直接出架七千五 狼叔暗骂一声 胆颤心惊地又加了五百刀 波姐不想冒险了 最终仓库被狼叔八千美刀成功拿下 波姐嘲讽狼叔待会肯定要哭着回家 盖部下究竟藏了一辆什么车呢 迫不及待掀开 狼叔直接原地蹦起两颗 这居然是一辆雪佛兰埃尔卡米 他能卖多少钱 狼叔初步估价三万美人 坐上车刚准备试驾 但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 原本装汽车踏板的地方 竟只剩下几挫电线 狼叔瞬间有种不祥的预感 忐忑打开汽车的机舱带 里面竞争空空如影 狼叔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难怪这车子被前主人丢在这 不过万幸的是 这车壳的状态还算不错 也能卖个八千美元 加上旁边的起重机等杂七杂八的部件 虽然狼叔这波没开上豪车 但也赚了五千七百美元 够我吃一个月早餐了 就在刚刚 寻宝人为了看清货柜里的宝贝 竟直接来了招倒挂金钩 马上竞拍的货柜来自柬埔寨 虽然木板挡住了视线 但乌姿隐约闻到了面粉的味道 这可把他吓得不轻 该不会有人利用这个集装箱制造面粉吧 马修一眼便看穿了 这个集装箱隐藏的猫腻 根据他多年的习武生涯 里面八成是中国功夫相关的设备 说不定还能找到武功利己 就在这时主持人透露出一个重磅消息 一年前曾有三十个货柜被海盗劫持 这是唯一被赎回来的集装箱 此话一出 乌姿顿时来了精神 他快速爬上集装箱 趁着保安大哥走神的功夫 快速闪现到门口 万万没想到店子后面竟然还有一堵木墙 这么精心布置货柜 南部城里面真的藏了面粉 起拍价一千美刀 可就在下一秒 大黑竟直接爆出一万美刀的高价 安娜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主办方的托 来自亚洲的货柜马修从不放过 但黑哥俩也不是好惹的 双方火力全开 恨不得要把对方吃下去 价格很快来到一万九千美刀 乌姿也想碰碰运气 但大黑今天异常勇猛 价格来到了惊人的两万一千美刀 货柜最终被大黑强势拿下 乌姿讽刺大黑中进了 待会肯定要哭着回家 小黑也劝大黑赶紧将货柜转手 他内心有种不好的预感 但大黑却依旧我心我素 首先是前面的铁皮柜和海绵垫 顶多值个一千美元 迫不及待得打开这道神秘木门 映入眼帘的是五祖上下铁床 和凡子现在住的是同款 大黑还没来得及兴奋 小黑却告诉他 这些东西顶多值个八千美元 但大黑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他觉得床架里面说不定藏了什么 除去成本 黑哥俩这波血亏一万三千美元 我得打好几个星期螺丝才能赚的